今天呢是一期非常刚货的护肤分享 因为最近有很多小朋友私信我 说到11到了买什么 或者是怎么护肤什么的 我就趁着今天早上护肤的一个流程 然后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废话不多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下去往下看吧 我现在的脸呢 是刚刚用清水洗过的状态 因为在早上我是从来不用洗眠奶的 因为洗眠奶清洁性会比较强 会破坏掉我们皮肤上面一层油脂 所以早上我一般不用洗眠奶 洗完脸了之后呢 我会选择一款喷雾 平时呢就是用滋润型的喷雾比较多 但是因为最近我脸上长这种小红疹子 所以我选择了一款含有维生素B5的修复喷雾 关于你在购买喷雾这一块的话 其实要看你自己皮肤现在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洗小疹子或涨红血丝 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选择修复性的喷雾 其实对你皮肤恢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选择是这一款法国美派的维生素B5的修复喷雾 然后它呢是里面有法国服务商活泉 还有维生素B5和甘油 比如说平时你的脸比较干痒啊 红肿啊还有就痛啊 或者换季不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款修复喷雾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爽肤水用 就是洗完脸之后就这样喷 你们能听得到它整个它的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大 你们看到它这个就是整个的喷雾是非常的强劲的 我很喜欢这种整个非常细的那种喷雾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让皮肤更加的滋润一些 它不是那种喷到脸上感觉就像被雨点打烊 因为我之前不是用那个衣云的那个喷雾吗 然后用到最后那个口不知道为什么变大了 每次我感觉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的感觉 所以这一款就很舒服 有时候我会带点在脖子上面 它家这个就是法国嘛 然后瑞士那边高端定制的一个护肤品牌 所以我觉得它个人给我来说就是非常安全的感觉 而且它们家是非常关注敏感肌的健康的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肌肤处于敏感 或者你本身就是敏感肌 你们可以试试这款喷雾 真的很舒服现在 OK在喷完喷雾之后呢 我的脸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滋润的状态 然后还是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就是必须要去做一些抗衰老的一些紧直提拉 关于这个Synthica的护肤仪器 我之前已经在视频里面介绍过了 而且很多小朋友们很感兴趣 这儿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我就把它使用到脸上就行了 OK我美容泥的部分就已经使用完毕了 因为我现在是处于脸部非常就是状态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抱了很多的这种小痘痘 我觉得脸部干燥 泛红这些倒还是可以就是喷一些这种 比如说B5的修复的一些喷雾 它大概能缓解一些 但是痘痘这种东西就不容忽视了 如果说它越长越大的 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痘印 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就换一些比较好的那种 可以帮你度过这一段敏感期的一些产品 我是最近看到一个其他up主分享的 一个三明治的一个师傅法 我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呢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是在小红书上写过一篇 就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师傅方法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也是跟三明治的师傅法差不多 但是跟它的顺序有一些不一样 而且使用的产品有一些不一样 它这个本身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用这种延展性非常好的这种 就保持双手干净哈 延展性非常好这种化妆棉 把它裁剪成你想要的大小 差不多我可以剪成这么大大小的 然后它很薄嘛本身 然后你可以把它稍微拉一拉 它延展性就很好 这个时候呢我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 如果你皮肤不稳定 你就会可以用一些在修复皮肤屏障的一些产品 最近呢我对基本法则这个品牌很感兴趣 入手了他们的套装 这个呢是里面的技华 然后呢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一用冷肤贴 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它是主打的那种对于豆敏肌非常好的 然后像这种换剂皮肤状况不太稳定的时候也可以用 其实我已经使用了一两次 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我现在这个痘痘已经下去很多了 然后我刚刚剪的这一小片 就把这个精华这样子挤上去 其实它这个原理啊就是在局部用精华加强效果 然后用一用的冷肤贴 敷到全脸又滋润又镇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效 你看这挤到这个上面了 这个搭配真的挺不错的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 然后把这个剪的就是敷在我这个痘痘这边 可以多滴一点 我一般都是滴一整管上去 然后敷厚一点敷在这个地方 其实感觉有点搭 OK 然后就差不多就剪成这个样子了 先把这个精华滴在局部 然后配合化妆棉这样敷上去了之后 然后再打开一个他们这个面膜 它这个面膜是绷带面膜 贴合性非常好 面膜是感觉就是不薄不厚的那种 然后摸上去凉凉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修复和补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之前用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水润 哪怕第二天上妆它也一点都不看 而且对于皮肤泛红去红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如果你是痘痘肌或者说是敏感肌在换剂的时候 整个的状况非常的不稳定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一款面膜 而且它是一用的一个冷肤贴 所以说它其实比一般面膜其实还是更加的厉害 这个黑科技的成分是透皮多态 可以提升护肤品有效成分十倍的吸收率 所以说这两个产品搭起来效果更好 我就在这儿差不多等个20分钟 我再把面膜和这个拿下来 咱们看一看它的效果 OK 20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就把面膜摘一下 水当当 没想到敷个20分钟呢 还能有这么多的水 我感觉这个小红疹子已经消下去了一些 它没有之前那么古了 而且之前脸上有一些泛红 现在也好多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它这个毕竟是一用的面膜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迷之就安心很多 而且我不太喜欢面膜 有味道 它这个也是不含香精的 所以我感觉还是挺安心的一个这种感觉 还蛮不错的挺推荐的这款面膜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敏感肌呢 我还是蛮推荐这一款面膜和精华的好搭配的 如果你是突然爆肚的话 差不多用了两次也就压下去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买来试试看 OK因为我这边呢 刚刚已经用过面膜了 所以我就省略掉了水的部分 但是我还是会在脸上再喷一点 刚刚那个B5的维唇素修复的那个水 感觉很滋润 我最近挺喜欢用它的 直接上乳液吧 最近推荐的我有两款 一款是蓝芝 然后一款是芊碧 芊碧呢 这个它是活心乳 活心乳它里面是白色的管 白色的管是美白亮肤的 在秋冬美白亮肤 我觉得是个挺不错的一个时节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活心乳的设计 我真的觉得挺有才的 因为它是这样子选择你可以多种搭配嘛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滋润 然后去除暗黄的一个功效 这两个呢我其实都蛮推荐的 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俩的质地 都是很清透 而不是那种粘到脸上的那种乳液 你们看我的这个全能乳液 我的妈我卖了一瓶就放到这 还有这么多都没用 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 我真的觉得不好用 一千多一瓶啊 我的老天爷 我一用它我脸上就闷痘 一用它就闷痘 我也不知道是我皮肤敏感 还是说它跟我真的八字不合 我一用它就闷痘 我真的 哎呀我又挺心疼的 我又不能拿来磨手吧 就只能过一段时间用一点看看 我跟它有没有能够很好的磨合一下 但这两个的话我用了都觉得挺不错的 不管是你皮肤敏感 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痘肌 还是说你在一个敏感阶段都挺不错的 就还挤到手边上给大家看一下质地吧 这个质地就是透明的嘛 就是纯透明的 我一般涂乳液啊 我都是这样在手上 你知道吗这样 所以说你一定要保持你的手部 非常的干净才行 脖子一定要带一点 我知道看我视频 很多小朋友都比较年轻 你们千万不要 就是掉以轻心关于颈纹 我当时就是一点都不在意我的颈纹 你们看我现在这样后悔死了 过段时间我要去打嗨题 把这个颈纹打掉 稍稍的按摩一下 这个乳液也挤到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大干皮 所以我上几层乳液都没关系 挤得我也不浪费 它比倩碧的要浓一点点 但是也是那种半透明的 蓝汁的这个乳液就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太香了 也不知道加了多少香精进去 然后是眼霜 眼霜推荐的也是两个 一个是贵点的蓝蔻的这个精纯眼霜 这个是我真的一生推的 我觉得很好用 但是因为看我视频的小朋友比较年轻 我就不是很建议买这个 因为它价位比较高 而且你们不太用得着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真的已经用空瓶了无数次的这个 科研式的牛油果的眼霜 这又是空瓶了 双11你想买还买不着 还得搞什么 现在付定金后付尾款 我搞都搞不来那些东西 想买买不着 我一会去线下店里面买 已经用完了 牛油果眼霜真的是我用到的 非常好用 而且性价比超级高的一款眼霜 眼霜的质地一直都属于那种 油而不腻又不长脂肪力 所以真的很难得 因为有了大干皮 所以很容易起干纹 我自己对于眼霜也是非常挑 养分过多长脂肪力 养分太少的话 就是对我眼睛也不够 所以当你还在犹豫 你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款眼霜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毫不犹豫的 买科研式的牛油果眼霜 这是真的好用 我用的是真的很不错 OK眼霜也擦完了 哎呦 最近眼袋真的是有点严重 睡不好 焦虑让我无法入眠 最后一款呢 就是面霜 面霜其实我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最近呢 很喜欢一个韩国的品牌 就是这个 这个品牌的名字叫富丽美娜 富丽美娜 它是英文名嘛 然后但是它的中文名是富丽美娜 我蛮喜欢这一款的 这一款叫小红莓锁水霜 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特别滋润 我最近不太适合用那种很厚重养分很多的面霜 所以我入了这一款 其实我被这个品牌吸引主要是因为它包装好看 我弟弟也是用的这一款护肤品 这个品牌是韩国的 我是从来都不会去扔这个里面的那个内扣的 因为你扔了之后的话 就是对面霜它就会粘很多的灰尘粘到盖子上面 如果你扔了这个内扣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灰尘进去 而且面霜会洒出来 你们平时也千万不要把这个内扣给扔了 我所有的都没有扔 哎呦 就不扔内扣有一个不好的点 就是拔起来会比较难 但是它会让你的面霜保质吸更久 整个质量也不容易变质 其实这个品牌它是韩国的 然后在韩国也是非常的有名 但是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个欧美品牌 还是针对我最近的皮肤问题 比较容易红 然后比较干燥 然后我脸颊泛红 然后爆一些痘 所以我用的还是锁水 然后比较轻薄的这种面霜 你们看它这个质地非常的轻薄 一抹就变成半透明了 它为什么叫小红梅面霜呢 是因为它这个面霜里面主要含有的是 那个高山红梅的那个嫩芽 是那个嫩芽不是红梅 是嫩芽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它非常的水润 一听是不是就很鲜嫩多汁的感觉 而且据说这个植物要在海拔 2400米上面才会长出来 所以它里面应该含有非常多的保湿因子 必须要给自己供给水分 用这个新鲜的嫩芽来做的面霜 它一定非常的明水 我是感觉这个面霜有一种抹到脸上 一下子就被吸收的感觉 所以我老是不停的想再多抹一点 因为我很害怕我的皮肤它不够保湿 这个痘痘又重新翻起来 然后又重新翻红 它在这个面霜我真的觉得我会用的很费 因为这个吸收太好了 我是喜欢把面霜涂得厚厚的在脸上涂一层的那种 让它慢慢的吸收 它吸收了之后脸上也不会觉得油腻 你就是那种水水的感觉 也不会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油 真的我就是中意它们搭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简洁 然后再抖一抖抖到脸上 这种评价面霜的好处就是 你用的一点都不心疼 我保守估计这一瓶我差不多可能 一个月不到就用完 就我的这种量 然后再搭配一些按摩的手法 因为现在是早上 你们别嫌我丑啊 因为现在是早上 这啥了 我是一定会就是这样子 把脸往上推 就平时在护肤的小伙伴们你们 可千万别懒 我知道在看我的视频的小朋友们 很多年龄都很小 你从现在开始护理 你到时候到了我这个年龄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你才不会为什么法令文泪沟烦恼 其实说实话 我在我朋友的圈子里面 我算是法令文和泪沟 真的是算轻的女生啊 我很多朋友法令文和泪沟 重到他们要去打玻尿酸 一直去舔 很费钱 而且关键是你也不是特别确定 它到底是否安全 所以说你们平时不要懒 就这样往上擀吧 你们就想象把这个整个的 对抗地心下地心引力 脸部下垂的方向这样子往上擀 我知道这个就是过程会让你整个脸部 特别的扭曲特别的臭 但是这一定是真的有效的 我再扣一点面霜涂到我的手上 你在做这个脸部按摩的时候 你注意一定一定一定要手上要有产品 这样子你吹上去才会在一边按摩的时候 一边促进手上的产品让皮肤吸收掉 特别是这个地方一定要用力的压它 用力的压把它往旁边推 把它往旁边赶走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几条钩的重在区 什么法令纹啊 还有就是整个肋钩这块 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一个骨头嘛 你把它压到眼眶这个地方 用力的往上这样推 把它推平 尽量是往斜上方这样推 每一个手这个地方都有个骨头 你就把它按到这个地方往上推 你们看我的脸都已经被按红了 在按摩的时候不要嫌自己的脸丑 你要想把它按紧了 把这个早上起来的水肿消掉了之后 你化妆才会更好看 很多人按摩的时候都会忽略掉额头 额头长细纹其实比其他地方长细纹更难搞 所以额头也一定要注意 也是用自己手指的这个骨头 这样子去按它 这样去按它 往上推 对 这个骨头从这这这一直按到这 然后往上这样推 其实很舒服的 我平时如果不出门不化妆 那我能这样子在家玩自己的脸 玩一上午 我之前就给我朋友说过 我是一个哪怕喝酒喝的烂醉 回到家已经凌晨两三点三四点 我都一定会仔细卸妆 然后全套护肤的一个人 我是一定会的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天生立志的人 所以我后天会很努力 我之前也经常都给我的朋友 或者说是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们说了 其实人生是场垃圾战 如果你小时候不是个美女 没有关系 但是人生这么多年几十年 你可以在后面的时间好好地努力 不管是通过自己去护肤啊 改变自己的气质啊 还是说通过一些什么医美的手段 你能够去超越你小时候那些 你觉得很漂亮啊 或怎么样的人 真的人生市场垃圾战 这一直是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不到终点 谁也不知道谁赢谁输 所以你们这种事情 不光是说说而已 你要落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你看 我在这一边跟你们聊天 我在这一边推自己的脸 推着都快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了 你每推这一下 就是给自己再加油 朱莉 我要变美 我要变强 我真棒 脖子也别忘了 OK好 我按摩完了 我感觉我自己又美又强了 嗯 非常好 今天差不多一个简便的护肤流程 就是这些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是所有的产品 你们就可以去网上搜搜 看看双十一有没有优惠价 今天我的推荐就这些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使用过 真的觉得不错 挺好用的 嗯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有什么问题还是在弹幕 或者说是评论你跟我留言 或者私信我也行 我看到的一定会回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